据行事俄罗斯电视台6月15日报道 俄罗斯库尔斯克州州长罗曼·斯塔罗沃特表示 当地一个边境检查站周三早上遭到了乌克兰方面的袭击 斯塔罗沃特在社交平台Telegram上发文写道 位于克鲁佩茨村的边境检查站在当地时间周三早上7点30分左右被袭击 没有造成人员伤亡或财产破坏 他补充说这次袭击遭到了俄罗斯边防部队的有力还击和压制 报道提到就算前一天有消息称 无方抛击了乡邻布良斯克州的扎米石窃村 造成6人受伤约50座房屋受损 伤者已经被送往医院进行救治 RT报道称自从2月24日俄罗斯对乌克兰采取军事行动以来 乌军队俄罗斯西南部的比尔戈、罗德和布良斯克的居住点和边境检查站进行了多次袭击 袭击针对的是基础设施和住宅区造成建筑破坏庶民平民受伤和死亡 为此受影响地区提高了恐怖主义威胁级别 等地时间5月12日 俄罗斯比尔戈罗德州州长格拉德科夫发布消息称 前一天从乌克兰方向对该州所落西村的炮击造成的受伤人数已上升至其人 俄美称这是2月24日以来俄境内首次因物军袭击造成人员死亡 RT提到 俄方此前曾警告称如果针对俄境内的袭击不停止 将袭击乌克兰的决策中心包括欺负